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民居 23号发生了抢击案 造成5名亚裔人士死亡 消息指是来自同一个华裔的家庭 案件揭发之后 死者的遗体陆续被抬走 警方同时封锁现场调查 释放当日清晨 警方正式在旧金山市立学院附近的 一栋两层民居之内发生了命案 两男三女共5名死者都是成年人 至少4个人为亲属关系 并且怀疑凶手在杀死4个人之后 已经自杀并没有其他的遗犯 邻居指凶案单位内部都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有关这一起旧金山发生的杀害华人移民事件 相关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旧金山的记者刘海平 海平早安 早安又婷 目前您在现场掌握哪些最新的消息 以及行凶的动机警发是不是有说法了呢 好 今天旧金山警方呢 是在我们当地时间 星期五早上7点47分 也就是香港 星期五晚上的10点47分接获了这个现报 然后当时呢 有一位持有案发现场住宅 大门钥匙的女性亲属 在开门后呢 发现屋内有三名死者 然后随即就报了案 而警方到达现场后呢 又发现了另外两具尸体 而案发现场的情况很复杂 五名死者呢 是成年人 当时呢 一名死者是死于了正门口的附近 一男一女的尸体呢 是在车库内找到 楼上发现了一名女受害人 而最后一位女受害人呢 就是在楼下发现 开始警方公布出来是五名死者呢 三男二女都是亚裔 而我们在一个多小时前掌握的最新案情进展 发现的五名死者都是华裔 是雷性的这个大陆移民 我们从警局以及附近居民了解的那个最新情况是呢 这个四名死者是亲属关系至少的四名死者 而隔壁邻居呢 反映说在今天清晨两点左右 听到案发住宅内呢 有一声巨响 还有人大喊趴下 初步调查显示呢 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争执或纠纷后 一人打死其他四人后 再开枪自杀 不过这种官方的推断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警方的目前没有追捕嫌犯的计划 也没有确认将案件定为自杀案 还是谋杀案处理 有听 好 非常谢谢海平 因为我们在现场掌握这些最新消息